古代特色疗法 暗桥与导引 由赵水安医生主讲 古代特色疗法 暗桥导引 三 以天地自然为师 导引暗桥 要以天地自然为师 导引的导 是按照道来纠正偏离轨道的意思 首先人是有思想的 有七情六欲的 思想和思考问题 都是要有一套方式方法 或者说是处事之道 但人有时是不理性的 会有很多错误的想法 不理性的想法 根据个人好物而做出判断或决定 从而做出伤害别人 或者伤害自己的事情 这也是中医讲的造成疾病的内因 七情六欲导致疾病 或不当行为 人的一切行为 都是由背后的思想情绪决定的 所以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 学习和修行 修正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观念 不良习惯等等 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而不是满足一时的欲望 贪婪而得到一时的快乐 修行又称修心 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懂得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不能放纵自己的情绪 使不正确的观念 无限制的膨胀 正确的观念 就像三次经弟子规律的道理 尊重他人 礼貌待人 勤奋守己 言于律己 宽于待人 仁义理智性 温良功前让等等 无论是道家 儒家和佛家 都讲究修身 因为一切皆为己心造 人的命运和健康 都是由自己的内心决定的 当然环境 社会等因素也有关系 所以说 导引首先是导心 浅淡虚无 看清 看淡世界一切 佛家讲求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时 一入四 放下一切 就是解脱 就是大自在 修行之法 修行之法 先要静心 宁静而能致远 让自己的心 平静下来 思想平静 让自己的情绪平和 喜怒 喜怒忧思 悲空经 不能过度 过度了就要纠正 把它拉回平静 如果过度 就会出偏差 就会伤人 害己 医生的责任 也有劝导 让病人的思想情绪 恢复正常 这也是导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和是导引暗桥的原则 和就是平均 和谐 和睦 阴阳五行 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 比如春天天气逐渐由冷变暖 夏天由暖变热 但又不能一直热 到了秋天由热变凉 到了冬天由凉变寒 但又不能一直寒冷 冷到极点 就是春天要来了 这就是道 自然界 自己导引这样变化 人需要学习修炼 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 人要以自然为老师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所谓天行见 君子当自强以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后德载物 按桥之道 也是一个道理 健康人出生后 脑髓充实 脉络通畅 骨骼坚实灵活 肌肉忍带松强有度 皮肤毛发光泽亮丽 而内脏排列 排列有序功能齐全 但是由于失于爱护或懒衣运动或过度劳损 肌宝无度 银酒 吸食毒品等等 还有外伤 受风寒属湿灶火之轻 或感一粒之邪 不懂得导引按桥之意 而是机体失去平衡 而生疾病 按桥就是用按摩踩桥之法 纠正肌肉骨骼的损伤 错位 从而恢复气血的正常运行 恢复脑髓的充实 脉络通畅 骨骼坚实灵活 肌肉松紧有度 而毛发光泽亮丽 内脏功能正常的一种方法